他伤了你那么多吃,为什么你还是舍不得离开 最近听过最让人心疼的一句话就是 他伤了你那么多吃,为什么你还不离开 因为他偶尔也会为我服药,为我吃糖啊 相信很多人都曾做过爱情里的傻瓜 因为你很爱他,所以他每次找你 你都会屁天屁天,开心不已 因为你爱他,他对你一笑,你就会心软原谅 可怕的是你以为的是爱,而对方却只是游戏一场 终有一天你会明白,这段感情你没有错 只是你爱多了,他只是没那么爱你 爱你的人舍不得伤你,伤你的人并没有那么爱你 如果再爱你,又怎么舍得让你难过 你若真的爱一个人,就要学会阻止自己 不要把他当成全部,不要所有的话都跟他说 不要所有的秘密都跟他分享 你投入的越多就会慢慢的没有自己 在爱情里,没有自我的人是很卑微的 谁叫你一颗心全部都系在他身上呢 最后你越来越害怕失去 爱情被你抓得越紧,却逃得越远 在感情的世界里,没有谁比谁更高尚,只有谁比谁更难堪 有时候不是对方不在乎你,而是你把对方看得太重 给了你一巴掌,再给你一颗糖 反反复复,傻瓜,你要什么时候才明白 他只是没那么爱你 他只想暧昧一场,而你却走了心 听闻爱情时有酒杯,听闻四言时有酒方,听闻他只想暧昧一场 感情最怕的就是你认真了,对方却只是暧昧一场 搞笑的是他撩你全程靠嘴,而你却因此走了心 原来他对每个和你暧昧的女生都很好,而你只是其中一人 有的人该离开就离开吧 所谓的念念不忘,在对方眼里是烦,在别人眼里是贱 你以为的爱只是感动了你自己,却还要拉着那个不值得的人陪你演戏 史残乱打的样子很丑,可若是爱到骨子里,谁又愿意去做那个小丑 所以长痛不如短痛,与其自欺欺人,不如潇洒一回 你要坚信,你很优秀,失去一个对他好的人是他的损失 最好的爱情是他宠你如初,你爱他到老 未经私恋,不懂爱情,未经事意,不懂人生 周国平说,真正打动人的感情总是朴实无华的 他不出声,不张扬,埋得很深 不要太在乎一些人,越在乎越卑微 我希望有这么一个人,他给你波澜不惊的爱情 陪你看世界的风景,给你一生的陪伴,一世的欢愉 最好的爱情大概就是,他宠你如初,你爱他到老 你成为他的软肋,他变成你的铠甲 真正的爱情应该是两个人彼此理解,互相尊重 不缠绕,不牵绊,不低微,然后相伴 去面对一路的宣企与繁华 好的爱情是你通过一个人看到整个世界 坏的爱情是你为了一个人放弃全世界 傻瓜,好好爱自己吧 毕竟你那么珍贵 pier牵终熬佛 就好,好,好 好,好,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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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